真正的溺水是无声的 溺水者通常会把头伸出水面 只忙着呼吸 哥们儿就来不及喊救命 所以没听到呼救 不代表它没有危险 此外还有知识 很多家长不知道 在溺水的初期 溺水者是站立在水中的 因为他无法用四肢找到支撑点 嘴巴通常是半壁的状态 很难挥动手臂进行呼救 看起来就像 在水中爬楼梯 别以为他在玩水 其实他是在垂死增长 看到这种情况 我们要第一时间大声的问询 如果溺水者没有反应 我们哪怕判断错误 也要在第一时间立即行动 在室内或者室外漏天游泳场 这个遇到的危险 通常是由咱们游泳人的手足抽筋 导致的 对于那些喜欢游泳游的人来说 野外水域也存在着极大的风险 一个是水底的情况比较复杂 它可能会长有一些水草这些植物 容易缠到人的脚 第二点是在通常江河的岸边 有一些延伸的区域或者缓冲的区域 还是在玩耍的时候容易滑落到深水区域 第三点就是在水库或者河道的底部 它这个淤泥比较松软 人容易陷到松软的淤泥里面无法动弹 第四点就是有的水体表面看着很平静很平缓 但是在水下面却是暗藏漩涡 很容易把人给卷走冲走 首先我们要保持镇定 千万不要手忙脚乱去拼命增长 这样的话可以减少水草对我们的缠绕 同时也可以减少我们的体力 或者可以利用身上 我们身上或者身旁 可以增加浮力的这些物体 使自己的身体浮在水面上 正确的自救做法 是在落水后立即屏住自己的呼吸 然后放松自己的肢体 尽可能保持氧位 或者使头部后氧 只要不胡乱挣扎 人体在水中就不会失去平衡 这样你的口鼻最先浮出水面 也可以进行呼吸和呼救 会游泳和会救人 这是两码事情 在溺水者在水中遇到危险的时候 会产生这个恐惧 有失救者靠近的时候 他会毫不犹豫的抓住这根救命稻草 专业的救 专业的救生者在救人的时候 会从背后抓住这个被救者的头发 抓住他的这个头发 或者他的脖子 还要防止被救者抓住自己 如果是孩子遇到同伴落水 我们应该大声呼救 让附近的大人过来帮忙 千万不能认为自己的同伴落水 自己不跳下去救 就不够朋友 应该及时的找大人帮忙 才是救援成功率的最高方式 了解各类安全隐患 给孩子做好安全教育 给孩子万千疼爱 不如让孩子远离伤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